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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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會現在繼續開會 請各黨團,幹部到議場三樓 進行國安法等案之協商 現在休息 法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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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四項第三案 國家安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內政委員會於107年4月9日 舉行全力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會中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 贖勿次長花季群帶等練習備詢 本次會議由趙警委員洪宗義擔任主席 經充分協商後 與會委員達成共識完成審查 原清決議本案審查王軍 擬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 須禁黨團協聲 並推請內政委員會 洪召集委員中議 於院會討論本案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洪委員中議補充說明 吳補充說明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 需交由黨團協商 另外委員葉宜君等擬據 國家安全法正定第二條 治二條文草案 經第七會期第十六次會議決定 致委員會抽出禁物二讀與相關提案並案協商 報應會上開兩案 現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時間 108年6月19日地點議場三樓會議是協商主題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並案審查委員林俊憲等 委員陳其邁等 委員王定宇等 委員劉士芳等 分別擬據國家安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葉宜君等 擬據國家安全法增定第二條之二條文草案 禁服二讀並案協商 協商結論 協商修正通過條文第二條之一 第二條之二 第五條之一 第五條之二如復健 第二條之一及第五條之二 說明修正如復健 協商主持人蘇嘉全 蔡喜昌 協商代表柯建民 管碧玲 吳志陽 曾明宗 鄭運鵬 陳怡民 徐永明 李鴻君 宣讀完畢 請問 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意 五一 本案逐條討論時 經一 協商結論 處理 國家安全法 請宣讀第二條之一 第二條之一 人民不得為外國道路地區 香港 澳門 境外敵對勢力 或其派遣之人為項列行為 一 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二 洩漏交付或傳遞 關於公務商因秘密之文書圖畫 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 三 自帶或收集關於公務商因秘密之文書圖畫 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 宣讀完畢 第二條之一 照協商條文通過 增訂第二條之二 第二條之二 國家安全是維護應給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網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宣讀完畢 增訂第二條之二 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五條之一 第五條之一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 為大陸地區違反第二條之一 第一款規定者 處今年以上有截圖行得病科 新臺病五千萬元以上一億元引項罰金 為大陸地區以外違反第二條之一 第一款規定者 處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 第二款規定者 處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 第三款規定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下罰金 第一項之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因過失犯第二項之罪者 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均一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五項之罪而自首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因而常獲其他證犯或共犯 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 受到重大危害情勢者 免除其刑 犯低項之第五項之罪 與偵查中及歷次審判中 均自白者 得減輕其刑 因而常獲其他證犯或共犯 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 受到重大危害情勢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低項之罪者 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 除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者外應與沒收 犯低項之罪者 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 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一同 宣讀完畢 第五條之一 照協商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條之二 第五條之二 軍公教及公營機關口人員 余縣執役或退休職務後 有下列其刑執役者 喪失其請領退休職務 給予之權利 其以追領者應追悼之 依犯內亂外患罪 今判刑確定 而犯檢調之罪或入海風訓刑法 違反囂商國家職責罪章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32條至第34條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30條至第31條之罪 今判其有期徒刑以上之行確定 協項應追悼者應以實行犯罪時開始計算 宣讀完畢 增訂第五條之二 照協商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刪讀 請問 願會有意 五一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二條之一 人民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 獲其派遣之人為下列行為 一 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二 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商業秘密之文書圖畫 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記錄 三 刺探或搜集關於公務商業秘密之文書圖畫 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記錄 第二條之二 國家安全制維護應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網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第五條之一 印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 為大陸地區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一款規定者 處青年上有期徒刑 得幣科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下罰金 為大陸地區一萬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一款規定者 處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幣科新台幣三千萬元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二款規定者 處一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幣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一第三款規定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幣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法之 因過施犯第二項之罪者 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居易獲新台幣三十萬元下罰金 犯前無項之罪而自首者 得減薪或免除其刑 因而查獲其他證犯與共犯 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 受到重大危害情勢者 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之罪 於偵察中即利次審判中 均自白者得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其他證犯與共犯 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 受到重大危害情勢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之罪者 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 除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者外應與陌生 犯第一項之罪者 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 未能證明合法 來源者一同 第五條之二 軍公教及公營機關購人員 餘獻執役或退休職務後 有下令其刑之一者 喪失其請領退休職務 給予之權利 其以追領者 並應追剿之 一 犯內亂外患罪 今判行確定 二 犯前條之罪 或落海空軍刑法 違反效忠國家職責罪章 國家機密保護法 第30條之第34條 國家情報工作法 第30條之第31條之罪 今判處有其徒刑以上之行確定 前項應追剿者 應以實行犯罪時開始計算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決議 國家安全法 徵定第二條之一 徵定第二條之二 及第五條之二條文 並將第二條之一 及第五條之一條文 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 民進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共同首題之附帶決議 請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 針對如何規範 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 或其派遣之人傳播 足以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不實訊息 由於規範對象範圍與處罰管理配套 均待完善周延立法 應就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廣電三法及相關法律之修正與制定 儘速於下會期進行立法審議程序 以強化我國民主防衛法制 宣讀完畢 請問 願會對於民進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首題之附帶決議 有意 好 有意 我們就進行處理 現在按您七分鐘 並分發表決卡 後來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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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好 有没有哪一位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卡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就进行处理 针对本项护带决议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时间一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结果 出席73人 赞成64人 反对9人 去全0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本项附带决议 照案通过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 由委员登记发言 首先我们请 黄委员国昌并截止登记 院长 本院委员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 中共政府 对我国家安全 所造成的伤害 对台湾自由民主 宪政秩序 所造成的威胁 我相信 在场的每一位委员 跟全体的台湾人民 大家心里 都有非常清楚的感受 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时代力量党团 陆陆续续推动 要捍卫台湾自由民主 国家安全保护机制 一系列的法案 在这次离职会当中 虽然我们所提的 广电三法 我们所提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以及反并吞渗透法 没有办法排入议程 但是 今天国家安全法 三读的通过 迈向非常重要的一步 当然 其中有一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针对于广电媒体 滥诱 新闻自由 在帮 中共政权 擦脂抹粉 在台湾散播假讯息 伤害台湾自由民主的部分 实在力量党团 所提的国家安全法 本来有做部分的规定 但是 我们也同意 也愿意接受 执政党所释出的善意 我们最后 用附带决议的方式 希望下个会期 能够尽速完成立法 我要特别 跟国人报告的事情是 过去国安法 帮共谍发展组织 竟然是判五年以下 有期突袭 那个刑度啊 就像普通窃盗罪一样 太荒谬了 那也感谢 执政党团愿意支持 帮共谍 帮中共发展组织 在新的国安法里面 最少处七年以上 有期突袭 捍卫台湾 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请黄委员定宇 谢谢院长 各位同仁 捍卫国家安全 让我们共同努力 这没有分政党 没有分色彩 这三年来 我们一起努力的 在陆海空军服役条例 在组织犯罪条例 和证人保护法 以及刑法的外患罪章 84年来第一次变动 一直到国家机密保护法 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一直到今天的国安法 21 22 5 1 5 2 这一块一块的砖块 堆叠起来的 是捍卫2300万人 民主 自由 繁荣 富裕 自主生活的保护墙 在今天通过的四个条文 发展共谍组织泄密行为 定义更加明确 连出资协助都列在里面 量刑加重 替中国发展组织 危害国家安全 或者社会安定 从现行的五年以下 提高到七年以上 得科罚金五千万到一亿 另外 叛国者 不管是限职或已退 你没有权力 没有一点脸皮 可以来领纳税人 所支付的退休给予 将全数予以剥夺 并且从担任共谍之日起 予以追讨 这才是保护国家 最起码的公益 那至于足以危害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的不实讯息 对于红色媒体 代理人等等 我们期待在下个会期 不管是相关的配套法律 还有更周全的设计 能够继续把它完成 让我们这一届的立法院 四年的任期 基于职责 基于我们对国家的信念 能够把保护国家的法律 予以周全齐备 也期待我们意见可以不同 保护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可以站在同一条阵线 谢谢 谢谢王委员 下一位请留委员示范 感谢院长 国安法的修正 非常谢谢大院在三读通过之后 一定可以来执行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近年来 中国的情报跟政治作战 透过不孝人士 不管是国内外的人 其实是越演越烈 所以本席非常感谢 在这次所有的党团 都能够同意来修正 二条之一 二条之二 五条之一 跟五条之二 其中我想大家都知道 包括以前的退降 许乃全 或者是博胜计划 里面的罗贤泽 这些他们在判刑之后 有的时候他们退奉 仍然可以造领 所以我们这次的国安法的修正里面 除了把我们现行法律里面 增加了包括外国跟大陆地区外 增加香港澳门跟境外敌对势力 同时也把这个活动犯罪条例的范围里面 包括发起资助主持操纵指挥等等 明确的定义下来 同时对五条之一跟五条之二 很明确的告诉这些 所有的军公教跟公营机构的人员 不管是限职或退休的人 只要犯了内乱外患或者是有关陆海空军刑法里面的 效忠国家国家机密保护法 或是勤工法里面的罪 只要判刑确定的话 知灵的还可以再追缴回来 这个也无非是明确告诉很多军公教 以及退休的人员 我们应该钟爱自己台湾这块土地 钟爱我们自己的国家 千万不要当成我们境外敌对势力呢 在台湾的代言人或者其他的犯罪组织 这个很明确来标榜我们自己在保护 我们自己台湾国家安全上面 非常重要跟明确的指示 所以呢这个法律 其实我在第一会期的时候就提出来 但是看到这两三年来越演越烈 这种共谍透过不同的系统里面 来侵犯台湾的主权 让我们不得不警惕 所以非常谢谢大院的四个党团 能够在这次三读通过 非常感谢各位 谢谢 谢谢刘委员 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李委员艳秀声明 对刚才之表决 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那么针对第五条之一 华务部之立法说明 列入公报记录 对吧 谢谢大家